在这一边呢,他有一个男孩站在那个舞台上面 然后,the angle of depression of R from his eye level是那个61度 所以,the angle of depression of R from his eye level when his key is at P and Q是61度跟那个29度 所以,其实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这一个男孩,他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在P那一边,另外一个是在这个Q的这一边 OK,so,他有 eye level,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的angle of depression at P是61度 At P,angle of depression of R from his eye level when his eye level is at P是61度 所以,就是说他在这一边看下来的时候,这个是61度 OK,然后,我们接着,如果他现在是从另外一个地方 这一边是61度啊,这个是61度 我知道这一边是61度的时候 因为我的那个 eye level跟地上的这个是平行的 所以这个是61度 然后,他,我坐下去之前呢,我直接先解决到这个地方去 OK,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这个直角三角形呢,我们可以想象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这一边是90度,然后这边是5,然后这边是61度 然后,这个是P,然后这边是R 然后,就是说,我现在这一个是整个高度 就是说,他5台再加上他的那一个身体的高度的话 这一边,我给他名字叫做H吧 所以,我要找我的H,不要啦,我不要用H H,我用E,定义 OK,避免跟它不等于混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有Opposite 这个是我的Opposite 然后,这个是我的Ajson 所以,我的T,会是等于OVER A 所以,我的定义会是5T,会是5T,会是等于OVER A 所以,我的定义会是5T,会是等于OVER A 所以,我用计算机来按的话呢 5T,的话呢,我拿到的会是等于9.02 所以,它等于9.02 单位是米,9.02米 然后,接着呢,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I-Level from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Angle of Depression是29度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29度 然后,所以,Parallel的话,这边也是29度 然后,我们这一边,这样90度的话 这个是我的定义,跟这个定义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可以画出另外一个直角三角形 OK,然后,这个直角三角形呢 它的,这一边是90度 然后,这边29度 然后,定义刚刚我找到是9.02 然后,我这一个,我就当它是Distanc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16.27米 OK 所以,这一边它要的是说 PQ的距离 PQ的距离呢 我知道,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是PQ 这一边是PQ 然后,这个是5加PQ 所以,我的这一个5加PQ 会是等于我的D 16.27米 所以,我的PQ会是等于16.27-5 所以,它变成11.27米 所以,它答案是B 11.27米